所以真的很容易猜 很高興看到大家 因為我今天不是神秘嘉賓的 那你是重量級的嘉賓 謝謝 因為我們剛剛有提到最近 你最近常在國外巡迴演出 而且好像是剛從新加坡回來對不對 對 我可以先跟大家打個招呼嗎 可以 歡迎 大家早啊 我是佑佳 哈囉 好久不見 要給他臉掌聲好不好 對啊 為什麼這麼豪佩 對 沒有 好 那我們剛剛在提到說 其實葛蘭麗威品牌的精神 我名字在說 呃 當人呢 在年輕的時候 都會有很多的夢想跟堅持 是 那其實我們記得你當年 在選秀節目的時候 其實 有很多挫折對不對 我記得 因為這一次我們的就是 嗯 進最初的自己 就是這次葛蘭麗威的一個 主要的一個主題 對 所以我覺得是因為這樣 我才來 才可以來參加這個 當神秘嘉賓 因為很符合這個主題 真的 因為我的初衷就是想要做音樂 然後成為了好的歌手 嗯 然後快要十年了 還是一直堅持 欸 真的不容易耶 對啊 時間很快喔 快十年了 所以我們看起來很年輕 真的 因為看起來真的像 還像高中生的感覺 有沒有 可以大學 可以是大學生 喔 都是大學生好了 哈哈 穿著西裝的大學生 謝謝 所以其實我想對歌手來說 我們常常在看 演藝圈其實變化真的非常的大 對不對 然後呢 很多時候你可能一個小小的挫折 有的人就會覺得說 喔 我不要做了 這太辛苦了 或是遇到一個小小的困難的時候 就會覺得 欸 這不是我該走的路 所以 以你自己的經驗來說 我們剛剛講到說 我們這一次的 這個《便宜換清》的主題 是 進最初的自己 就是你當初 在年輕的時候 還充滿著夢想 還充滿著堅持理想的時候 給自己下的 那個 那個 所謂的夢想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 用你自己的方式去堅持 然後不放棄 然後不隨便的說 喔 I quit 我覺得 就是調適好自己的心情吧 調適好自己的心情 調適好自己的心情 這時候來一杯威士忌 沒錯 如果真的 如果真的遇到 唉 很多心煩的事情 然後你又已經成年的話 不如就睡前喝一口威士忌 真的 所以我們想說 其實我覺得威士忌 是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就是它是一個 你可以 自己一個人 可能睡前 然後小小一杯 然後你可以回想 你今天做過的一些事情 會讓你有一個 獨自享有的時間 去想一下 你未來都不知道怎麼走 是 對不對 但它又是一個 可以呢 讓你這個 邀惑很多朋友 一起來歡慶 可能你人生重要的時刻 是 給自己一個放鬆的時間 是 所以我想 其實這個呢 很重要 好 那其實Yoga我們剛剛有 呃 工作人員帶你到那個三樓 看一下我們特別打造 我們剛剛在說 很新穎 很有趣的一個高科技的 這個 互動的一個空間 你剛剛有 因為剛剛這個我們董事總帝講說 我們有 其實一個VR 一個虛擬實境 然後可以帶大家去蘇格蘭 看我們的酒場 是啊 雖然我們今天的這個記者會是搬到戶外 然後今天天氣很好 艷陽高照 可是 我們裡面的體驗區 是另外一個不同的時空的感覺 覺得好像 非常涼快 然後很有氣氛 是 所以大家等一下可以進去 我覺得 真的非常的特別 那我知道 可以吹冷氣 欸有 而且我剛剛有去試過的時候 就進入 它帶你進入酒場的時候 還有感覺有冷風 因為酒場的溫度會比較低 是 好我們先 讓現場的門頭需要來拍皮面照 對不對 好那我們先 讓媒體來拍照 好來 來我們先看左邊的媒體朋友 好來中間 來最後來看一下右邊的 然後右邊還有最右邊 右邊的最右邊 右邊的最右邊 中間嗎 好來中間那幾位攝影大哥 我們讓平面先拍 沒有打左下腳 還有左下腳 還有左下腳啦 來左下腳的攝影大哥 我們再談一下 你擺出一個迷幻王子的pose出來 對 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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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們最後了 右邊 最右邊最右邊 最右邊最右邊 最右邊的幾個那個電子 好可以嗎 好謝謝謝謝 好那我們緊接著呢 這是我們今天的重頭戲 那我們再一次邀請我們台灣寶樂麗嘉的董事總經理 我們再次歡迎Terence上來 一起來參加我們的節目 好那我們呢 這個節目儀式呢 要請我們Yoga 跟我們Terence 一起 來為我們揭開序幕 好那我們請現場的朋友 可以把你的聲音 這個我們一起來倒數 好不好 來 三 二 一 葛蘭麗威 Excellent 金智雪蜜筒 十二年 正式崩潰 我們這一款呢 是由我們的首次釀走 是Ellywood Chester 特別為我們亞洲七 所精心打造的 那麼以經典的十二年為基礎 再放入優質的雪梨酒桶 做第二次的熟成 把葛蘭麗威 這次代表性的 非賽果香威士忌 以及雪莉風格 做為一個非常完美的結合 那麼這一款頂級呢 金智代表作 一出市場就得到反應呢 非常的好 而且也已經在我們 2014年香港 國際葡萄酒 及烈酒大賽中 勇奪金台 那我們今天在此歡慶 我們首度在台上是 葛蘭麗威 Excellent 金智雪梨桶 十二年 那我們現場的朋友 手上都有酒的嗎 因為我們要 跟大家一起來喝一杯 我們先請 我們美麗的這個PG 把酒杯送到Taren跟Yoga手上 大家手上都有酒嗎 這個不喝就不知道我們 這個不喝就不知道我們 兩個人先進一起來 哈哈哈哈 好來 我們先請大家 把酒杯舉起來 好不好 有酒杯的朋友 一起把你們酒杯舉起來 我們剛剛說 這一次的這個活動呢 是以 以敬最初的自己 為概念出發 所以我們拿起一杯葛蘭麗為 我們敬最初的自己 好嗎 Cheers 那我們也再次預祝 我們2017格蘭麗威 平穎幻境的活動 圓滿成功 好 那我們拍照的部分 我們從左邊這邊開始 好嗎 來 好 我們看中間的媒體朋友 中間 還有右邊的攝影 別忘了最右邊 別忘了最右邊 好 我們最右邊 好 還有需要再捕捉畫面的嗎 左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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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左下角 好 那現場的朋友 一定要把握這一次的機會 我們這一次呢 我們這一次呢 格蘭麗威 平穎幻境的這個消費者的活動呢 被中南都會主辦 那麼台北已經從昨天開跑 就在我們這裡 三創生活園區的三樓 而且會一直持續到二月底為止 就我們剛剛一直跟Terence強調 這個是免費的活動 我們希望呢 邀請所有喜歡威士忌的朋友 沒有去過蘇格蘭的朋友 一起來跟我們互動 因為我們的這個VR的這個虛擬實境呢 會帶你到蘇格蘭走一圈 讓你知道釀酒場到底怎麼回事 好 這個是非常特殊的體驗 我們業界呢 是首創的這樣子的一個 虛擬實境的VR好不好 好 那我們再一次呢 謝謝今天各位在現場的 這個等候這個大陽光之下 等了這麼久 那我們這次呢 時間等一下會有一個電子聯網的時間 那我們請大家先把機器架好 Yoga呢 會到後台再做一下準備 我們三更